比較容易上色 但是又不會說太努力 直接抹就直接推開了 它可以畫得很細 很好看耶 別畫出來會有 I U 感 關熱一戰其事 必先立其氣好不好 好 這次來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成為I U 點點也不能成為I U 哇 它露出來了耶 哇 不能浪費 我這次去韓國的時候 這一年以來 大家都說棉片棉片 然後我就一直很不解 為什麼要棉片 因為我們就都用化妝棉片 不是 這是余心草的棉片 它就是長這樣 兩片我就會這樣子敷在這邊 化妝前 洗床就敷在這邊 然後敷在五分鐘就玩玩手機 然後輕輕的擦一下臉 我覺得它會讓妝比較服貼一點 平常都是用那個化妝水 然後就有點黏黏的 可是它敷完是保濕 但是是清爽的 沒有 它的味道還蠻清香 不會說有些香味太重 它沒有什麼香精味 對 是舒服的味道 Torridon的玻尿酸保濕面膜 如果隔天有重要的約會或幹嘛 約會沒有約會 你沒有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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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是 他們那時候很紅的一個精華 後來它就把它做成面膜 對我來說比較方便 想敷的時候再敷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的面膜質是 就真的黏在你的臉上 就是你滑手機或幹嘛 它不會掉下來 但是很服貼那種 很服貼 而且很舒服 你貴好像一片才三四十塊台幣 台幣嗎 對 那很便宜耶 空氣柔霧粉餅 黑色的是改版前 奶茶色的是改版後 你看我真的是愛用者 我已經用掉 欸好多個喔 這全部都是用完的耶 我當初會買的是因為 這個黑色真的是 你抹上去會覺得 哇 柔膠 它真的是柔霧粉餅 加上我比較不習慣用 粉底液水狀的東西 我比較會長一些小粉刺什麼之類的 結果它改版之後 會變得比較容易卡粉啦 它的色號很多耶 它還蠻多 就是它更多 Basic 是我這兩年用到我比較喜歡的眼影啦 雖然它是韓系彩色 但是它是有顏色的 比較容易上色的 就它的顯色度是OK的 但是又不會說太濃烈 直接抹就直接推開了耶 而且我覺得它很方便的是 眼窩打底 戴上眼線色亮片色一盤 所以我現在出去旅遊出差 其他我就不帶了 它就可以完成我整個眼妝這樣 但我覺得它們的亮片也很厲害 喔這個亮片好漂亮 韓國的那個亮片比較不會結成一塊 比較細一點 然後也比較不會飛粉 很亮耶 喔這顏色很好看耶 很漂亮耶 很細耶那個 在火星都看得到 但是這是我最近發現了一個 畫臥彈很好用的 CAM-MAC盤 淚溝以及臥彈神器 接下來是 大名鼎鼎的徐玉老師出的刷具 然後就挑了一些自己比較常用的 第一個是我覺得 它能很精確的畫出 眼妝的樣子 因為像有些刷毛會太硬或什麼的 很有彈性 厚度什麼都很剛好 嗯 都不會太厚 很符合亞洲人的眼型 像這個我就會拿來畫 比較重點的顏色 深色的地方 讓它暈染 它暈染的那個很好用 然後像這支 比較小的眼睛的刷子 好扁喔 我就會拿來畫臥彩 或是亮片 比較細微的地方 然後這支是我用過 我覺得最好用的 可以畫眼線色的眼刷 把眼線稍微 暈的比較柔和一點的時候會用 它可以畫得很細 很好看耶 03 這是一定要 你覺得一定要的 這可以一支整個頭頭畫到的 不行 因為你深色跟淺色你要分開 我會分開啦 你畫出來會有IU感 你畫完 二日一戰騎士 必先立其器好不好 我最近都比較很懶的化妝 都素顏 但是你要可以 可以見人的 我就會用氣墊粉底 最近使用了這顆 玄冰代言的 就是用了大概一個禮拜 我覺得這顆很厲害的是 你卸的時候 上面你都要多卸好幾次 因為它就是粉底就還在那邊 然後再加上它其實蠻服貼的 很快就服貼了 它用上去是比較有保濕感覺的 它雖然遮瑕效果當然肯定沒有 粉底液好 但是我覺得它的遮瑕 就是一點紅紅的 或是一點點痘 我覺得其實都還是OK的 而且氣墊粉餅上妝真的很快 burn, burn… 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的那個定型的 定妝噴霧 它真的比較不容易會掉妝 就是到晚上真的也都很OK 而且它很快就吸收了 但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有點刺激你的嗅菊 我們快點看一下它那個水狀 它的噴霧蠻細的啦 就是它的噴霧是細緻的 我們也有幫大家整理出來 可以在哪裡夠排這樣 以上就是 本日的分享 分享